大家好我是阿天 那最令人期待1.127的版本呢 在先鋒服的10月19號下午3點鐘就要開始更新了 為什麼是最令人期待呢 沒有錯 女妖之遠征 哎呀好懷念的名詞啊 SP的英雄 亡靈的英雄 雪米拉 即將登場 那在更新之後呢 雖然說還不能適用 不過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她的技能了 不愧是戴蒙的媽媽 母親守護的力量 所以說呢 她是一個坦克的角色 那她的招式的特色就是 開大招全體攻擊然後吸血 那不知道呢 這個她的特性啊 會吸血的坦克 然後又全體攻擊 不知道是什麼樣子喔 然後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新的SP英雄 哇其實出蠻快的 我現在 正式服 我現在是月卡檔嗎 正式服我還在抽SP的萊卡 然後現在又多了一隻亡靈角色 天啊 這個 怎麼講 這個進度越欠越遠啊 好 那再來就是主題 奇境探險副本 讓我們了解到說 這個SP英雄的故事 好 那這時光匯 這也是一樣嘛 固定的齁 每一次都會有 讓你一定可以抽到一隻 好 那萬聖節活動也即將出來了 這個回魂夜聖典 這個名字好像 好像也沒有變吧 然後呢 回魂之境 戰鬥完成各種事件 應該就是領一些小獎勵吧 可能總共就是換一些 什麼 譬如說那個什麼 這個金河啊 還是說 這個 獸靈幼石之類的嘛 好 然後 菲泰拉的新造型要來了 呃 這個是現實的齁 所以說它是用來賣的 那應該是賣9.99美金吧 好 然後 艾斯特瑞達 哎呀 我們的女騎士齁 在團隊裡之中還是用得到 哦 那這一個的話呢 是免費的齁 是免費的 好 然後呢 亂石之境 新的賽季又來了90天啊 亂石之境真的是還蠻佛心的一個活動 在修改之後呢 現在 呃 我打完300層就可以去 呵呵 就可以休息了齁 就是把所有的這個獎勵都拿到齁 但是優化自動戰鬥功能 現在遇到了徵召之地的話呢 會停止自動戰鬥 你可以自由的選擇召喚英雄 哦 那還不錯哦 好 然後降低前期戰鬥的難度 然後去除200層以下的混沌法則 混沌法則是什麼啊 好 沒關係啊 好 然後呢 駐場傭兵增加了雷姆 還有這個艾蜜莉亞啊 這個駐場傭兵的話呢 就是一些現實的虛空萊克 你沒有兌換到的話呢 呃 你到時候可以用戒的齁 一個月戒一次 然後呢 會需要那個 呃 石頭嘛 然後呢 戒六次之後呢 就不需要了 不過呢 就是要有一個戒的動作齁 一個月一次而已 好 然後呢 再來 呃 這什麼東西啊 龍玉精英英雄靈魂石 呃 這個 收集到60個之後呢 哦 這跟一般靈魂石的概念是一樣 可以在本月的龍玉英雄列表中 隨機召喚一個精英或是SP的英雄 精英或SP哦 隨機哦 那龍玉英雄呢 包括所有的SP英雄 所有神魔英雄 跟初始品之為精英的精英英雄 是不是 呃 大家都在 呵呵呵呵 大家都在抱怨說齁 這個紫靈魂石啊 還是什麼 那個 可以有機會召喚出SP英雄的靈魂石啊 怎麼抽都還是垃圾哦 所以說 現在又多了一個齁 龍玉榜的這一個靈魂石 就是 避免說真的是抽到那種 呃怎麼講呢 就是已經 呃非常老啊 然後是標準的板凳球員的那一種 呃英雄哦 好 那這個的話呢 是呃 11月的龍玉英雄不會刷新 跟10月的龍玉英雄像呢 這個可能是 在那個介紹的那個榜的英雄是一樣的吧 好 然後皇家靠想令的優化 這個是跟課金有關係的 OK好 那這個就是 應該是獎勵就多增加了一些吧 好 主線又繼續往後推了 推到61了 那再來的話是祕寶霞灣 好 那我們就期待這個下午的更新嗎 下午 現在已經是凌晨了 OK好 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了 啊 對對對 我們還是看一下齁 好 這個是 女妖 這個 雪米拉 不過呢 現在因為還看不到齁 所以說 有啦 那個網友有把那個 怎麼怎麼講呢 這個截圖 還有那個技能的說明 那個是 那個是俄羅斯文嗎 沒有翻譯 好 沒關係啦 反正我們下午就知道了對不對 現在還看不到齁 定位跟這個技能 不過呢是坦克啦這樣子 好 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了 謝謝大家觀看 那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